算不算就鬼壓床 然後你其實 請問一下 等一下 你一鬼壓床 你有沒有看到小黑人 小小的人在跑來跑去 我有過 對不對 小黑人 小小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是這樣睡的嘛 我感覺到我是看得到的 然後就在我的腳這邊這樣跑去 其實有啦 就 可是我不知道那種算不算 就鬼壓床 然後你其實 請問一下 等一下 你一鬼壓床 你有沒有看到小黑人 小小的人在跑來跑去 我有過 對不對 小黑人 小小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是這樣睡的嘛 我感覺到我是看得到的 然後就在我的腳這邊這樣 跑來跑去 我真的看過大巨人耶 我沒有看過小黑人 真的 你有看過我 有啊 高中的時候啊 而且那時候我同學兩個 還在我房間外面 然後我 我還聽到他們在講話嘛 我說我好像躲 我進去躲一下 門 房門都沒關 他們在看電視 我就躺在那邊這樣 然後過後就 就不能動 不能動那種的 然後就要叫 我就看到那個 因為房子是長方形的 房間嘛 我就床在這邊 這邊是一個門 我就看幾個小黑人 小小黑 也不是說小黑人 就是 小黑影 小黑影 就好像在那邊動來動去 我就 什麼東西啊 我就要叫啊 怎麼叫就叫不出來 然後到最後 是我一個同學在聽到 但是聽到我那個聲音乖乖 這樣 求救那種 你在幹什麼 我就 我就 你從現在才來啊 你從現在才來啊 那結果他 小小 也不是說小黑人 就是 小黑影 小黑影 結果好像在那邊動來動去 我就 什麼東西啊 我就要叫啊 怎麼叫就叫不出來 然後到最後 是我一個同學在聽到 但是聽到我那個聲音乖乖 然後這樣 求救那種 你在幹什麼 我就 然後我就 你怎麼現在才來啊 沒有 那結果他嚇死了 然後我就醒來了 你幹嘛幹嘛 坐來... 我就趕快出去 跟他們坐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睡在 他那個房間 我覺得很大 其實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種 鬼壓床 累的時候啊 你說鬼壓床 有的人是說太累的時候 對 有人說太累也會 半夢半醒之間 我寧可是往那個方向去想 太累了 可是我們兩個這麼巧合 都看到小黑影這個 我是在內地的 那個拍戲的時候 在房間裡面看到 真的 他有跟你講什麼 沒有... 拿講話 我還睡 吃飽了沒有 對啊 你是怎麼樣 我是也是太累了 拍到早上了 拍到六點 然後回去睡 已經天亮了 你知道嗎 然後一睡下去 已經真的... 我身體已經很累了 但是一躺下去 腦子就開始轉 腦子還沒辦法休息下來 想睡覺 然後忽然就是 不能動 然後就不能動 就不能動 怎麼辦... 一直睜打... 沒有辦法 放棄 放棄的時候 就感覺到 我還是可以看到東西的 還是可以看到 但是眼睛就往那個下面一看 就幾個小黑人在那個床邊 從這邊... 跑到這個角落 就是這樣 那過一回就行了對不對 對 他在大陸有碰到過 在大陸 這種鬼壓床的感覺一直都有的啦 這種鬼壓床的感覺一直都有的啦 就很累的時候 可是我那一次是... 其實我一直這樣都不怕 真的 我每次... 因為我不舒服的感覺 我起來以後 我就跟自己說我是我太累 可是因為那一次太清楚了 所以我就被嚇了好幾個月 我就不敢一個人住在裡面 就... 那天也真的很累啦 然後我就... 我就在房間按摩 然後我的頭就... 就是反方向睡的 不是睡在牆壁那邊的 床...床尾 對 床尾 然後我就跟那個人說 你按摩完你就走了吧 然後我就睡著了 結果我就開始... 我就開始有一個... 而且很清楚的 就有一個男人光頭 而且光得上去這樣 就跪在那個床旁邊 然後就用他的手指這樣壓著我 就亮清楚的耶 然後我就一直掙扎 起不來 然後我就開始阿彌陀佛... 我就一直念 心裡在念 念了然後我眼睛微微張開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的被子一直在跳這樣子 對 好可怕... 旋的在那邊 就一直這樣子 就是當時感覺非常恐怖 可是你醒過來 是不是你的腳在那邊踢啊 沒有 我不知道 反正我整身是僵硬動不了 然後就起不來 我就一直阿彌陀佛 念了很久很久 而且那個男人的形象特別清楚 然後後來我就終於醒過來 我醒過來以後我就覺得很可怕 但是我還跟我自己說 你一定要再次睡著 因為你要證明他是沒事的 對喔 然後我就... 好 我就再睡一下給你看這樣 我就睡 結果就不行了 我就一直做噩夢 後來我就不行 我就打電話給我助理 然後我就跑到他房間去睡 然後他們說其實他剛進我們房間 就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他都不敢說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助理還在找一些比較中心的 我大概有一次在內地吧 去看一個朋友 然後住一個飯店 他那個飯店就是... 這沒人性的 你知道這個故事你還叫我去住嗎 他就是想看你四次 所以我說要五星級的 我住的那個是三顆星的 OK...然後繼續 然後晚上就睡覺啊 那因為我們去我是一個人嘛 那他們劇組是住他們的 我在那個飯店他們有分房間 有兩張床的跟一張床的 那我們一個人 我當然睡一張床 我就選 我說我要擔任床的 他說好 那擔任床再靠後洞 我就到後洞去了 就從前面走走走走到後面 然後看沒什麼人住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出去吃東西 到晚上我就回來睡覺 睡... 就聽到那個... 不是我的門 是他一整排嘛 大概有二十間門對門 不是這種聲音 摔門聲 摔了一個晚上 老師被考倒了吧 我看你多恐怖 就是我們平常生氣 摔那個門喔 可是摔一夜 摔一夜 是風很大嗎還是... 一直講大 對 而且是不停的遠近遠近 然後不是摔我的門 我被你媽媽... 我被你媽媽... 對 我就這樣摔了 我不喜歡很多人 就是那個是越摔越重 你有沒有出去看 沒有 誰看啊 結果我看了然後說 你不要這樣摔好不好 是不是要這樣摔的 對 就這樣一夜 那一層樓 它是一樓 一樓啊 一樓 那最後你一個人 對 我早上起來我就問櫃台 我說昨天是不是有旅行團啊 他說沒有啊 昨天你們那... 那一排大概就... 你跟另外一間 我一定... 謝謝 退房 我就直接就租到我朋友的劇組去了 這是我遇過的第一次 就是整個晚上就在那邊聽 我也不能出去啊 不敢出去吧 不是 出去一看都是沒有人 但是... 對啊... 可是可能出去又是另外一個畫面 真的 一出去古裝 幹嘛 而且那真的就很清楚的 都是摔門的聲音 好大聲 譬如說我們小時候出去畢業旅行 隔壁的門會 這種聲音 我本來是覺得就是說 OK的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但是我是確信有這個狀況 所以住飯店大家還是 好不好